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肖战爽觉的逆风翻盘,经得住地狱的脆火才能响得了高处的荣光。 看今天肖战高奢广告铺满全球,优质代言接连不断,影视作品爆款连连。 后续资源不断升级,真是有一种天降奇才,就是要你红得爽觉痛快。 小红靠捧,大红靠命,很多人说肖战就是老天要他大火的命。 出道九年多,爆火五年,且越来越火,潮水一样的流量丝毫未减。 却有越来越汹涌之势。 在这个暗潮涌动,刀光见影,四面危机的娱乐圈。 肖战稳稳位居内于珠穆朗玛的位置傲视群雄,就问你痛不痛快。 对比2020年那暗无天日,黑白颠倒,惊心动魄的一年,肖战完成了很多人引力的惊天逆转。 绝地求生。 我们看到的是痛快,看不到的是肖战的智慧。 在影视方面,2020年,肖战其实也没有停止他的脚步,他隐身在王牌部队剧组,低调拍戏。 提高业务的脚步坚实而有力。 他把他的委屈他的不解,他的迷茫。 他的困惑都投注到顾易也的身上,他自己也曾在王牌部队开播时表达了那时的心境。 坦言顾易也对自己不一样的意义。 感谢顾易也用自己的军旅半生接住了当时艰难的肖战。 感谢肖战用自己的倔强接住了受伤的自己。 从商务领域,肖战作为内娱第一顶流。 2020年的时候,商务资源一个接着一个的到期,最后仅剩四席。 甚至当时很多品牌商家在平台公开喊话肖战希望和他合作。 其目的各有不同。 有的想趁机割韭菜,有的想挂蹭稿流量的。 百家冷眼旁观,幸灾乐祸者大而有之。 集体狂欢一样等待这个超级顶流轰然倒下,自家能够取而代之,瓜分他的资源和粉丝。 而肖战就是硬生生挺住,没有自降身价,乱接代言,保住了自己顶级的商业价值。 才有了2021亿飞冲天,全面回归。 才有了2023闪耀世界,巨星璀璨。 我们不得不叹福的是肖战的智慧和清醒。 低谷处纵然迷茫恐惧,却从未自暴自弃。 轻者自轻,坚定初心,步履依旧坚定。 高峰处不忘旧事,初心从未改变。 没有被风光无限的顶峰风景迷失了双眼。 经得住地狱的脆火才能响得了高处的荣光。 肖战仍在攀登。